即便是火星加晴陽這種情況 你還是要看看你有沒有足夠的主星 那主星有沒有變成是一個好的結構 那什麼樣子的星耀跟火星放在一起呢 會是很適合他的呢 好 大家好 上次拍了一支什麼樣的會有成功的特質 回想很大那個短短24小時支那也不到 就破完可以想見的啊 大家都很想要知道一些啊 人啊有什麼樣特別的特質 而且呢可能都會忽略掉說 其實煞星對我們來講啊 煞星用得好人生沒煩惱 煞星其實對我們來講有很大的幫助 這一點我們在教課的時候常提到 指揮初接班正式開班了 我們是唯一有得到勞動局 人才培訓機構認證的教學機構 課程內容包含教學的方式 都是非常嚴謹有結構的 從基礎的原理 代名可以自己掌握指揮投訴 我們有完整的一個助教團 陪著你一起辦讀 陪著你一起做作業 陪著你一起做筆記 在美國的學生呢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我們也會配美國的助教給你 所有上課的課程內容呢 我們影片都會保留 你都可以做課後的夫妻 並且呢我們會組建一個討論群 有什麼問題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裡面 老師也會回應 我們有完整的教材 對於命理有興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 學會指揮投訴 甚至你已經開業很久了 別的命理師客人只要走進門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問什麼了 甚至連聖誕八字都不需要 這些高階的技巧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通通都有 即將開課了 讓大家來報名 你想想看 陡數裡面大家津津樂道的 火灘格林灘克 速發然後瞬間成名 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帶煞星的喔 可是因為煞星傳統上面 會讓我們覺得 它是個不好的事情 所以 我們一般單純看到他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害怕 但是事實上呢 就像上次有講啊 靈星呢 因為他的那個冷靜 然後堅持的那個能力 往往啊很多成功人士啊 他是靈性在命工跟觀眾工的 那當然在上次那支影片裡面 也有人馬上就回覆說啊 他 他也是靈性在命工啊 可是為什麼他就是當公務人員啊 他沒有 辦法 大富大貴啊 這邊必須還是跟大家講喔 他其實還是跟你 帶到什麼 主星有關 然後呢 你的運線的狀況 有沒有帶到足夠的 陸權科 這是有關係的 但相對來說 你能夠在一個工作崗位上面 好好的一直一直做好這件事情 然後逐步的一直往上升 這當然也是一個 很對自己的認真很冷靜 很堅持的一個特質才能夠做到這個樣子 這種瞬間爆發 速發 或者是給自己一個很大的動力 其實呢 當然靈性不會有這個特質 但是有另外一顆星 叫火星 他其實會具備這樣的特質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 另外一種成功特質 成功人士的特質 是火星 那火星呢 這樣子的人呢 他通常就會比較適合 去創業 或者是比較適合 去開發一些什麼東西 或者去做一些比較開創性的事情 因為他相對靈性來講 他是要堅持的 但火星呢 就像一把火一樣 他會代表是 你要有很大的夢想 然後很敢衝 然後呢 不計一切的去做很多事 很多人會把火星跟情羊 分不太清楚 火星好像也是很衝動 要做什麼事 情羊呢 好像也是不顧氣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他中間差別在於說啊 情羊星呢 他會跟自己講 這個事情是我想好決定好的 火星不是 火星就是純感覺 我感覺來了 感覺對了 我就做了 所以我們常看來講說那個 火星跟情羊在夫妻宮 其實都有閃魂的意思 運現夫妻宮 其實都有閃魂的意思 當然你本命夫妻宮 你有可能運現周到也會閃魂 所以 但是為什麼不是陀螺或靈星呢 因為陀螺要想很揪 靈星呢 他要想更揪 而且更精密的計算 火星跟情羊他都會閃魂 那火星跟情羊的閃魂呢 會差別在於說 情羊星會覺得 這個事情是你有沒有決定好的 我很清楚的告訴我自己為什麼 火星呢 火星不用問他理由 你問他理由他也講不上來 不知道我就是愛他 我覺得我沒有他不信 這個就是火星 所以如果有一天啊 你發現啊 你老公在外遇 然後呢 那個夫妻宮裡面啊 有火星 流年 坦白說 那你就等一下 因為 不管如何 他在那個當下 覺得他有多麼狂烈的熱 他只要 走過去了 他的火就消失掉了 火消失掉呢 一切都好彈 他可能就會回來了 這個是火星很重要的特質 那很多人就因為這樣的特質 他是 很快的燒起來 很快就會結束 很多人會因為這樣的特質呢 通常你就會覺得說 哎呀那這樣子有火星啊 比如說我們常說火星不要放在彩博工 放在彩博工 錢就花錢跟燒紙錢一樣 錢都拿去燒 亂來 放在命工啊 個性可能很衝動啦 很情緒化啦 放在官務工 可能那個工作都做不就啊 都會把他傾向成說 哎 他一下子燒起來一下就沒有這樣的特質 可是 大家認真想一下 很多時候人生 我們就是需要 這麼一點點的 不顧一切的衝動 對不對 我們很多時候就需要 一種熱情啊 一種不顧一切的 這種 我覺得我就是要做 我們去看很多這種 所謂的企業家 或很多的 創業人士 你去聽他的故事 你會發現啊 他可能就在某一個 拐點 或者某一個 轉折點的時候 發現自己覺得 嗯 我就做做看啊 試試看嘛 不行再說 沒有理由的 沒有任何的 這種去思考的 他就是拼 很多時候反而是這樣子 我們才會有成功的機會 那這個就會是火星給我們很大的一個 情緒上的支持 所以 當你發現說你的火星在富氣功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不顧一切就去談戀愛 火星如果是在命功官僚功或財博功的時候 當然 負面的說法會說 他可能就衝動了 然後 怎麼樣 如果說 你剛好在一個 好的主星結構裡面 那這個火星呢 這個衝動 就會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會讓你覺得 不顧一切 會讓你覺得 一切都可以被克服 這也就是為什麼 其實 如果是火星跟晴陽 放在一起 傳統古書上面 會告訴你說 他反而是大富貴的格局 火星跟陀螺星放在一起 也會因為 火星可以去降低這個陀螺的問題 就是因為說 那 不管你陀螺糾結多久 我總是要衝一下 那這個總是要衝一下 我就可以去解決掉 陀螺這種想半天啊 這樣子 不知道該怎麼決定的 這種狀況 好 但是呢 我們在教課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即便是火星加晴陽這種情況 你還是要看看 你有沒有足夠的祖星 那祖星有沒有變成是一個 好的結構 你才有辦法 賭一把的時候會賭對嘛 我可以賭一把 那我運氣好的時候賭一把 我運氣不好的時候賭一把那不行 那什麼樣子的 星耀跟火星放在一起呢 會是很適合他的呢 第一個當然是貪囊星 那 因為他有很清楚的格局 叫火灘殼嘛 那當然 火灘殼叫做 速發 很快速的成名 所以呢貪囊星呢 他當然他會希望他是要能夠 化入五花圈的 他才會形成是火灘殼 因為我要足夠的慾望 跟足夠的能力 才有辦法這個樣子 那你會說 很多時候貪囊不是自己一個嗎 很多時候貪囊是會跟 別人在一起的 比如連貪 紫貪 物貪 這個時候如果加火星 火灘殼呢 還是可以算 所以說呢 他會表示什麼 他會表示說 如果他是五灘 然後加火星 會表示說呢 他是 這個 火灘殼的狀況 去幫助我那個前面的那個主星叫無趣 如果是紫貪呢 火灘殼的狀況 去幫助我前面那個紫薇 他會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同樣的 如果我今天是五灘 但是呢 我的貪狼啊 沒有四化 我是五曲流 那這樣行不行呢 這樣也可以 這樣子那個火星都可以發揮能量 也許你去想想看 我們在看主星的時候 我如果今天呢 是五灘 然後呢 是五曲化圈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我對我自己的人生很務實的 努力 然後我很博學 然後我有很接觸各方面的資源 這件事情 我要希望能夠掌控 我做在命工掌控我的人生 在 官務工掌控我的工作 在財務工掌控我的金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還有能力 有特質 我還有 熱情 那個火星補上去 這個人怎麼可能不成功 除非他實在是雲苔茶 每個流月都走不好 除非是這樣 但是機率很低嘛 所以同樣的情況呢 他跟貪狼放在一起 只要貪狼他有路有權 或者旁邊的科星 不管他是五曲也好 人真也好 紫威也好 他只要帶到權帶到路 基本上呢 他這個火星補上來 都會表示他很有成功的特質 在他的運線的命工 官務工 財博工 都會有 在那個時間點裡面呢 足以去賭一把 或是足以去 努力一下的情況 如果他不是貪狼呢 一般來講會講說 火星不喜歡跟五曲星放在一起 所以呢 就表示錢會亂花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五曲 沒有其他的煞 也就是你沒有在補一顆陀螺 或者補一隻情羊 或甚至你補的是零星喔 那都可以喔 所以如果說你的五曲 然後沒有劃劑 就表示說你在 這個錢財的觀念上 沒有一些問題 如果是這樣子 五曲是劃路的 或者劃權的 這個時候呢 只要你的紫田沒有太糟糕 基本上 還是可以賭一把 因為表示說你有能力啊 那紫田現在要財庫嘛 你沒有太破財就好了 還是可以賭一把 還是可以拼一下 還是可以發揮 火星的熱情 那其他呢 如果是 今天是天府星 紫薇星 或者是太陽星 其實都可以 只要他帶到鹿 帶到拳 加上這個火星 都可以表示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我很有 這種 完成夢想跟成功的機會 那比較擔心的是 比較擔心的是啊 太陽星 太陽星加火星 有的時候呢 會表示說 你會想太多 或者你的價值觀 剛好會跟正常人不一樣 所以你會做出錯誤的選擇 還有什麼呢 天積星 天積星的特質是 他很理性 很多思考邏輯 但你想想看 他的主星很理性 很多思考邏輯 他的輔星又叫他要衝動 是不是會錯亂 所以天積星不行 那天良星行不行呢 天良星 只要不跟天積星放在一起 也可以 因為天積星放在一起的話 他會受天積星影響 那其他還有什麼呢 連真系的 天象系的 連真跟天象系的 會很大的問題是 連真跟天象怕碰到煞星 那尤其是火星會表示說 你會因為個性衝動啊 會有人際上面的問題 所以這兩組星藥呢 即便是 因為天象星 天象星不用說 天象星因為他 他只會畫記嘛 他不會有路跟圈 所以他沒有那個機會 那連真心呢 連真心有 可是 連真心呢 除非他是連真畫路 否則不太適合放在一起 那如果說是巨門星呢 巨門星當然指的呢 如果他是太陽在望位的巨門 當他巨門又帶到路跟帶到圈 這時候補上火星 其實也會表示說 這個人啊 是 有很大的 因為 巨門很少人知道的一點就是 因為巨門畫氣為暗 他是空虛寂寞冷 他很空洞 所以他需要太陽來照他 某一個角度來講 這種不安全感 也會變成是慾望 因為他需要有東西來填補嘛 他有慾望 有能力 再加上有熱情 那當然他也有 這個成功的機會 那再來還有什麼 天童星 天童星 這麼懶散的信仰當然很需要熱情啦 他跟火星放大機也還不錯 尤其當然一樣他會帶他也會有路跟圈 所以呢 煞星其實我們不用害怕 只要他在對的時間點 跟有對的祝賀 然後放在對的公位 他往往啊 也是我們 人生能夠 功成名就的一個好機會 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幫我們 按讚 分享 然後呢 也請大家多留言 可以看看那個 各位還喜歡 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談這個紫微鬥數 這樣子 然後 後面呢我們有機會 也順便跟大家介紹 陀螺星的糾結 要怎麼幫助我們人生 秦陽星的這一種固執 不顧一切 用在對的地方 要怎麼樣幫助我們自己的人生 好謝謝大家 來自從來的事 而是 進來的 在回憶